這波AI熱跟2000年的網路熱 有什麼可以參考 又有哪一些應該警惕 美國如果繼續升息 資金行情會提前告終嗎 下半年的股市風雲變換 來看施工的提醒 未來這個部分討論先停一下 我們先回看一下歷史的經驗 因為有不少人在討論說 這一波的AI這種瘋狂漲法 很像90年代末期到2000年的 那個達康達康的那個狂潮 史莊你自己覺得 比較一下這兩個時期 有沒有什麼相像 或者是不同的地方 其實這個乍看之下 兩個真的是很像 怎麼說真的很像呢 因為第一個相像的地方在於說 這個產品的市場 大家都不確定 只知道說它會很好 它是個未來 可是這個未來的市場 到底有多大 沒有人知道 就像我們當初 這個在這個.com出來的時候 我講句實在話 因為我是學經濟的 那對這種電子 當然是完全是一竅不通 尤其當時呢 大概真的懂的人 大概不多 很少 真的很少 真的不多 所以我也會不好意思說我不懂 所以當時呢 就造成一個很奇怪的現象 就是說大家都知道 網際網路是電子業的未來 也是我們這個 改變世界的一個未來的一個趨勢 大家都知道很好 可是它到底有多好 沒人知道 就跟這一次的深層式的AI 來講的話 每個人都知道 哇 它是很厲害的東西 那它以後呢 大概這個全世界都不能沒有它 可是這個市場到底有多大 也沒有人知道 就是因為不知道 而且你知道它的重要性 可是你不知道它的規模會有多大 所以想像力這個時候就發揮出來了 所以本夢比就出來了 所以當時呢很多這種.com的公司 經營網際網路的公司 哇 他們的股價是飆翻天了 而且不是只有飆兩個月三個月 它飆了兩年三年 那非常恐怖 跟這一波的這個AI呢 有一點這個異曲同工之妙 那現在呢 我們不是講說AI也會飆個兩三年 這個請大家投資人千萬不要誤解 因為現在看起來呢 AI好像才長了大概三四個月而已 OK 好 所以呢 這個不要誤解 那第二個情況呢 就是資金湧入 這個資金呢 這個瘋狂的湧入 這個當時的.com跟現在的AI 這個情況是非常非常類似的 那只不過呢 現在大部分的人都知道 AI是要幹什麼的 可是當時的人大部分都不知道 .com以後是要做什麼的 大家都不曉得 只知道呢 我們要去申請一個域名 我自己用的 對不對 所以當時很有意思的是什麼 出現了很多這種網路蟑螂 你知道嗎 我們所謂網路蟑螂 他做什麼事呢 他譬如說 我看你這個蘋果很有名的企業 對不對 我就去呢 去申請一個 蘋果.com 那你以後呢 蘋果要申請的時候 發現已經被人家用掉了 就申請掉了 那怎麼辦呢 他就跑來了 就說來我賣給你 花高價來買 對 花高價來買 所以當時這種情況非常的普遍 大家人人自為你知道嗎 每一家這種 這個有名的 比較稍微有點名氣的企業呢 一發現有這種事情的話 哇就趕快跑去申請 那當時最厲害的是中國大陸的 哇那個真的是蟑螂滿地 那時候非常的這個 可是現在呢 比較沒有這種情況 為什麼 因為大家都知道 AI是怎麼一回事 所以呢 這種情況就比較少了 那第三個呢 就是初期的時候 它那個燃燒資金燃燒得非常的厲害 那當初的.com 那個再出來的時候 因為它有幾個要花錢的地方 第一個是基礎建設啦 第二個是部件啦 各方面 那要燒錢燒得非常的厲害 像你看我們現在的一些這個領頭的企業 像是Amazon啦 像是Yahoo啦 像是這些 那當初呢 它們都是屬於領頭羊的企業 那它們當時 每一家都在賠錢 一開始的時候 每一家都虧損得一塌糊塗 所以呢 AI比較不太一樣 AI比較不太一樣 就是說 像現在呢 譬如說像是 臉書啦 Meta啦 像這些公司 Amazon 它們這些公司 它們要買這種AI伺服器的話 當然要花出一筆很大的資金 可是呢 它們可以馬上就派上用場 所以這個呢 跟當初的情況不是一樣的 那再過來呢 就是呢 當時呢 .com 的這個網際網路呢 它們是以風險資本 還有呢 IPO來應付虧損 它怎麼說呢 就是說 我現在來募資 找了一堆人來投資 那這些人知不知道 他的投資有風險 知道 可是呢 對於未來的這個憧憬 是更大的 本夢比 對本夢比 所以他們好 我就來冒險投資看看 那另外一個資金的來源呢 就是IPO 就是我們掛牌上市嘛 就可以獲得很多資金 他們用這一些的資金來燃燒 可是呢 現在的 我們現在這個AI的情況不太一樣 因為 這一些AI有關聯的 其實他們本身 本來就是一個經營的事業體 然後呢 本來就是有盈餘的 那所以呢 這個就比較不太一樣了 那至於說呢 再過來就是股價飆漲 這個是一樣啦 這股價飆漲 我們剛才已經講過了 那再過來就是呢 當時為什麼會發生網路泡沫化 因為呢 資金開始進入緊縮期了 為什麼 因為呢 在1999年到2000年之間呢 那個時候呢 聯準會大概升息了六次 我如果沒有記錯 升息了六次 那升息六次呢 結果資金緊縮 那剛才我們講了 因為呢 當時呢 很多的資金 很多的投資公司 創投公司 他們是把這個資金呢 但是現在呢 大家都知道 我投資進來的錢 是去用在哪裡 這個就比較不一樣了 那再過來呢 泡沫化 那泡沫化呢 其實喔 我們所謂的網路泡沫 就是公元2000年到2003年 這網路泡沫 大家說網路泡沫 其實你說網路有沒有泡沫 這個產業沒有泡沫 而且現在還是這個一直在這個擴大當中 對不對 而且當時生存下來的一些公司呢 就像我剛剛講的Amazon啊 這些公司 他們現在都變成了 業界的這個龍頭了 甚至於這個美國高科技業的龍頭了 那所以呢 當時的泡沫 應該是說股價的泡沫化 而不是呢 產業的泡沫 所以同樣的 AI如果有一天泡沫的話 我也認為 是因為股價漲幅過大 它已經跟它的基本面不符合了 就像這個我們所謂的 六狗理論嘛 對不對 你這狗跑遠了 它總是要回來這個主人身邊的 所以呢 我覺得 你說這個六狗理論 用在AI的這個產業上面 可能會比較適合一些 至於說泡沫化 我倒覺得 股價可能要拉回來 可是 這完全的泡沫 我覺得這可能性不太大 那再過來呢 就是呢 當時的網路泡沫化的引發 是因為呢 領頭羊的股價崩跌 這個我就要講一下 這個非常詭異的一件事情 在我記得大概是2000年 工業2000年大概3月吧 那個時候 在某一個禮拜五的時候 NASDA指數還創新高 到5050點 這個附近 NASDA指數 對 創了新高 創了歷史新高 可是呢 隔了一個週休二日 到第二個禮拜一的時候 他們開盤之前 他們就跟我們台灣的 這個試抽合 開盤前試抽合制度有點類似 可是我們這邊的試抽合 真的開玩笑 大家都隨便掛單 然後取消 對啊 你只要可以抽單抽回來 人家掛單是掛真的 所以當時大家就發現 這些領頭羊的這個.com的企業呢 全部都掛了非常龐大的賣單 掛在那邊 所以一開盤 就整個的這些的這個股價呢 就整個的崩跌下來 整個被壓下來 對 整個崩跌下來 而且 美股又沒有漲節股限制 對 而且就引發了什麼 土石流 你知道嗎 資金土石流 大家都開始賣股票 所以那一天開始就引發了 這個.com泡沫化的這個問題 網路泡沫化的問題 我還記得那天 我們把它叫做黑色星期一 事實上的美國股市 這很奇怪 它不是黑色星期五 就是黑色星期一 在過去的幾十年裡面 黑色星期一 我記得的大概至少有三次 那這次的網路泡沫化 那一次 是大概是第二次還是第三次一樣 就是大概一個週末 好好想想之後發現 我是不是有點不理智 對 我覺得應該是這樣子 尤其是一些大的投資客 就是資金比較龐大的投資客 當然他們的消息來源也比較廣 然後他們也有智囊團 那麼所以呢 他們大概就發現了 現在資金開始回收了 對不對 開始緊縮了 那市場上會缺乏資金 然後這些股票呢 已經漲到不像話了 那本益比已經沒辦法計算了 那所以呢 他們那個時候 大概有志一同 就一起出貨了 那在我們台灣這種叫什麼 叫壓低出貨 嗯 不計價砍了 對 我比較想要提醒投資朋友注意一下 萬一這個AI概念股呢 在接下來一段時間 有再度的出現 噴出走勢的話 那麼大家可能要稍微提防一下 到時候有沒有可能會出現這種壓低出貨的現象 這個我們等一下後續再請施工再進一步談一下 他對下半年整個行業的看法 我先想要補充一下 是因為.com那個施工分享的一件事 真的是與我心有欺欺欺欺 因為當年自己也是清真經驗 就傳統產業 包括我自己服務的公司 大家都因為那個.com熱潮太熱了 所以大家都想要把自己的傳統產業裡面 再成立一個新的部門 然後這個新的部門呢 為了就希望成立切割出一個新公司 然後去上市 然後也會跟員工募股 還有跟投資的募股 那年頭那個新成立工資這些股票認股權利 很有價值 你認不到會生氣 然後想說公司不重視我嗎 為什麼我沒有得認 或我為什麼只能認這麼少 然後你還掏錢掏得很開心說我要認 結果有一些當然就是順利上市 在這個泡沫崩掉這些上市 但是那個比較少數 大部分都是在崩掉的時候都還沒有上市 本崩掉的時候大家就開始 還好當時慶幸不能買很多 明明就差了一兩年 然後之前是生氣為什麼不給我買 還好當時不給我買 真的是這樣 有走過那段歷程 我們現在心情就特別的能感受到 對 我接下來也剛好分享一下 剛才師哥有提到就是說 當年有一個狀況也是 跟現在有點狀況像 就是說當時美國利率很高 比現在還要再高一點 那現在利率也拉上來這麼高了 那剛好又有這個利率高 可能資金就會抽水這個現象 所以你覺得這利率問題 如果連人會假如 假如他升級真的也還沒有停止 真的還要再升下去的話 你覺得會不會造成就像上一次那樣 好像突然敲了一個警鐘 然後大家開始瘋狂的撤 以目前的情況看起來 就是說連人會今年下半年 再升級一馬的話 其實影響也不會太大 可是這只是一部分而已 因為我們還要再觀察其他的部分 像是我們在錄影的當天 我們就看到日本央行 他已經放棄了他這個殖利率曲線 也就是講說 他把他的蓋子拿掉了 天花板拿掉了 那簡單的講就是說 以後他可以升級了 他之前一直維持零利率 維持了不要幾十年了 超寬鬆貨幣 他現在要開始要緊縮貨幣了 全世界的四大經濟體 現在只剩下中國大陸 還沒有在升級 在緊縮資金 那麼其他三大經濟都在緊縮資金了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問題 因為它變成一個全球性的問題 全球性的資金收縮 對 那如果只是單一美國在收縮 我覺得還好 那現在是全球性的 這個問題會比較麻煩 第二個大家可以看 為什麼美國 我們剛才講一開始有講到 台灣為什麼會有資金行情 我們現在講美國為什麼會有資金行情 第一個就是 因為他們家庭可支配所得大幅度增加 今年就增加了三兆美元 所以那這些家庭可支配所得也都投入股市 或是房地產或這些東西 所以造成美國股市也不斷上漲 可是這一筆的資金其實也用得差不多了 這個投資朋友可能要稍微的注意一下 那其他的就包括了像是因為整個的景氣的問題 那這個我們就不用再講了 那所以簡單的講 我就說資金的行情可能我覺得在八九月的時候 可能就會看到一些這個問題了 而且還有個問題就是說 剛才我講了 下半年再升級一碼的話 大家也不覺得沒什麼了不起 可是對市場的心理的造成的衝擊會相當的大 怎麼說呢 因為從今年年初開始大家就期待說 我們升級只升級到這個六月 下半年就不會再升級了 那甚至於有人喊出這個九月會降級 現在看起來不可能了 現在不可能了吧 現在的問題在哪裡 現在問題說好七月再升級 大家還可以覺得還可以接受 那麼大家希望的是怎麼樣 就是說好這剩下的三次 今年剩下三次的立體決策 立體決策會議 那不會再升級了 然後明年呢 2024年開始降級 這個是現在市場上普遍的希望 可是呢我有個疑慮就是 因為呢 從這個八月份開始 應該說七八月開始 這美國的他們這個通膨的激起降低了 因為去年呢 他們的這個通膨率最高是在六月 從七月開始往下掉 尤其是十月呢 他開始跌破了百分之八 那大概是百分之七點六左右 所以他的激起在往下掉 簡單講就今年第四季 你的這個通膨要開始往上拉了 對不對 你現在雖然已經降到百分之三了 我們這個講一般的通膨 不講核心的這個通膨 那麼已經到百分之三了 可是呢不要忘了 第四季開始呢 有可能因為激起的降低 而拉高了你的通膨率 所以到時候美國這個聯準會 會不會再度的升息呢 我覺得這可能性不可以不管的 那有可能會發生的 那如果是真的再度的升息的話 到時候對市場的心理會造成衝擊 我講一個很簡單的例子 譬如說 我跟你講說 我下個月要跟你加薪一萬 你有沒有很開心 有很開心對不對 預先開薪了 預先開薪了 連這一萬要用在哪裡都先想好了 都先想好了 對不對 然後呢到時候呢 我跟你說啊對不起 最近公司呢 出了一點狀況 我沒有辦法跟你加薪了 怎麼可以 我卡已經刷了 是不是 心情呢會不好 我如果沒有先跟你講說會加薪 那你都還覺得 都還好 對都好 平平都過了 對不對 所以呢 有希望之後的失望 是非常的失望 那所以呢 我比較擔心這種情況會發生 到時候呢 對於整個市場心理啊 可能會造成一些衝擊 好 就誠如施工你剛才最後談的這些 就是對通膨可能的一個變化 還有對聯準會可能因應的動作 那你認為哦 就是最後我們給大家做個重拳 所以你希望大家在下半年再投資 不管是台股或者是美股 你覺得應該要留意哪些事情 我覺得要注意的一個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呢 AI概念股到底什麼時候才會泡沫化 其實我用這三個字不太對啦 它應該不是泡沫化 它什麼時候呢 要回歸正常 那如果在AI概念股回歸正常 因為它一定會回歸正常 那回歸正常的時候呢 有沒有其他的類股 其他的族群能夠起來接棒 讓它這個股價呢 讓我們整個股市變成軟著陸 不要說這個用跳水式的這種著陸 這個是一個重點 那到時候呢 如果真的出現這個回檔走勢的時候 大家就要注意看 有沒有人能出來接棒 因為像最近 這個前幾天的這個走勢呢 是個非常好的示範 就是呢 這個AI概念股休息了 那可是呢 像台積電概念股 欸 起來了 金融股起來了 帶著這個傳統產業股起來接棒 所以呢 我們的指數呢 並沒有回檔的很深 只要做一個平台的整理 類股輪動一下 對 類股輪動 那如果說是出現這種走勢的話 那大家不用驚慌 就不用驚慌 你可以考慮呢 換股操作 可是呢 如果沒有股票起來 適時地接棒的話 那我會比較建議呢 暫時先退出一些資金 然後再觀望一下 然後再等到呢 底部真正這個確立的時候 再來進場 可能會比較適合一點 好 我們今天非常謝謝施工提供 他對未來通膨可能 以及聯準會可能升息 還有台股下半年 你應該可能的操作方法 以及要留意的事項 我相信大家都學到很多 我也學到很多 我們也非常謝謝大家的收看 如果喜歡我們的節目 歡迎幫我們按讚 訂閱分享 以及開啟小鈴鐺 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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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